蕭敬騰這天在台北出席電影主題曲 MV發布會 兩位男主角張舒豪及鳳小月 還為他送上巨型老婆餅 感謝他為新戲現身 老蕭當然也有禮尚往來 現場教他們唱主題曲 令觀眾大飽爾福 小月的解脫 當我淚在流 那不完美的我 有你陪伴清晨的殘破 好 謝謝大家 可以嗎 好醜的味道喔 其實我說真的 我剛聽小月唱 我覺得她沒有我聽得認真 雖然我會走音 但是其實我 雖然我會破音 但我覺得 我覺得小月 沒有 現在我都唱了 然後你要拆我台 那我也低八度好了 好 分開的路口 錯過了錯過 永遠離開我 從不完美的我 你填補了我生命的缺陋 對不起我唱太子關我 不會不會還有一句 最後一句 最後一句唱完它 其實老蕭一開始收到主題曲邀請 有點猶豫唱還是不唱 結果他看完電影 竟然哭到眼睛都腫了 還說故事非常感人 給他很多靈感 所以只用了一晚上 就已經寫好這首歌給導演了 爆哭 哭慘了 真的哭慘了 就是我 我覺得可能是這幾年來 讓我哭最嚴重的一部戲 點是什麼 想到 不能講啊 講了就破了啊 但是我覺得有好幾處 因為它裡面就是 對不對 男生跟男生的故事 男生跟朋友的故事 男生跟女生的故事 呃太複雜 也是因為這些就是感動你的點 所以你後來想說 就願意為這首電影 因為我 我太有感覺了 就怎麼講呢 我一看完 我基本上 我什麼東西畫面都有 然後旋律基本上 都很清晰 風格什麼 我都想好 導演林孝謙還向老蕭下戰書 邀請他下次一起合作音樂電影 不知道已經有一段時間 沒拍戲的老蕭 有沒有戲影大發呢 演戲本來就是很好玩的事情 謝謝 那 觀眾 都會想演戲啊 那最近有什麼劇本已經來了啊 看起來好 其實很多欸 公司一直在看好多劇本 好多喔 就先幫你看沒有跟你講 你還是有自己看法 呃 我沒辦法看啊 因為字太多 對 所以通常都是 公司會有一個 那個專門在讀劇本的團隊 對 也有寫劇本的團隊 然後我會看 然後覺得適合我的 就會跟我講整個大綱故事流行 這樣子 所以你們有個原則 比如說 表演反派啊 還是什麼 呃 你是說演反派嗎 對啊 就是我 會有這麼想 因為大家一直 比如前陣子一直找我演那種 對不對 對 勉腆啊 知道嗎 演膩 不是演膩 就是 就是 沒辦法 沒什麼好表現的感覺 人工師 就買一口 會不會